此时 考古人员正在打开这座宏观 但是令人痛快的是 关盖似乎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牵引 只关盖与关果始终不能完全脱离 这座意外出现的神秘宏观下 究竟隐藏着什么 为何即将打开关盖的时候 却突然有村民出现 频频阻拦 本期视频就和阿金一起走进 这座难送故屋 视频开始之前 欢迎大家长按点赞 并关注支持 这天 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的前郊村 有两位兄弟正在翻新自家的房子 当他们挖到地基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红色石头 此时 兄弟俩看着眼前的石头 和周围的泥土 不禁心里犯了嘀咕 这下面可别是一座古墓园 当警察和考古人员来到现场后 开始对这片地方进行勘测 结果下面竟然还真是一处古墓 由于担心施工的原因 会对古墓造成损坏 考古人员立刻对这座古墓 进行抢救性发掘 经过初步的勘探发现 这座古墓长五米 宽三米 在墓室的顶部 还被一块巨型的暗红色石条所压着 当考古人员对古墓 进行试探性发掘时 竟然意外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在墓葬的左侧 有一具残破的棺墓 赫然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短短的时间内 先后两座古墓的发现 让现场的考古人员猜测 这难道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由于后来发现的这具棺墓 已经残破不堪 现场也是一片的狼藉 并且还已经遭到了盗墓贼的盗拒 专家认为 这具棺墓已经没有什么考古价值了 通过对尸骨的检验判断 这具棺墓的主人是一名女性 并且当清理这具女官的时候 一块完好无损的墓志明 落露了出来 墓志明的出现 使现场人员都无比的兴奋 因为这是能够确认墓主人 身份年代的重要证明 通过对墓志明的解读 考古人员得知 女官的主人是李氏 出生于少兴年间 墓志的落款署名是赵伯云 从墓志上的文字来看 这是丈夫为妻子李氏 所写的名文 这也证实了 这的确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看着眼前清晰可见的赵伯云三个大字 有位专家对这个名字 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仿佛在哪里看见过这个名字 由于此时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 这位考古专家便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最开始 发现保存完整的棺果上 如果没有判断错误的话 这具完好的宏观应该就是赵伯云的棺果了 正当考古人员准备对这具棺果进行清理的时候 现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并且还要求众人停止此刻的发掘工作 这具红色棺目是在浙江唯一保存完整的南宋棺果 因为一次意外的世界被挖了出来 并且墓主人还是开国皇帝赵邝印的第七十字 这次发现无疑是考古借一次重大的发现 只见这位村民手拿祖谱气势汹汹的来到了现场 嘴里还说这是我家的祖坟 不准再继续挖掘 现场的人员一听都惊呆了 纷纷开始议论了起来 这位村民看众人不信便把祖谱打开 只见祖谱第一页赫然写着赵邝印三个大字 当专家把祖谱翻阅完之后发现 原来赵伯云是赵邝印的第七师孙 而这座宏观的主人竟然是开国皇帝的宋亲后代 后来经过陶古人员对这位村民的解释劝说下 这位赵氏后人终于同意了陶古人员的继续发掘 而这位专家之所以对赵伯云三个子如此熟悉 原来是先前在黄炎县制中看到赵伯云筑桥的记录 并且在这本祖谱中同样也有相关的记录 赵伯云宋太祖的七师孙曾任长州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县城 而黄炎城区沿用至今的五栋桥 就是赵伯云辞官回乡后主持修建的 这个发现让专家们觉得这座古墓里面一定有很多具有价值的文物 经过勘测发现赵伯云墓室是典型的南宋砖锅石顶墓 锅里面是棺上面在用石板盖压着 透过青砖我们可以看到一具鲜红的棺材 这种墓室是非常典型的宋代墓室 到了南宋这种墓葬形式更是成为了助流 但是这座墓葬在南方这样的环境下埋葬了八百多年 依旧完好如初简直是一个奇迹 当考古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外棺打开之后 鲜红的内棺出现在了考古人员的面前 既然棺果保存的如此完好 那么墓主人的尸果是否也会像刚下葬一样完整呢 由于考虑到棺果内会存放丝织品 于是考古人员决定将开棺放到室内进行 但是正准备使用卡车将棺果吊起时 一位专家却意外地交停了 并且与此同时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举动 那就是使用电钻将棺果底部钻出一个洞 当把洞打穿的瞬间 大量液体从棺果中涌了出来 原来是这座棺木在地下埋葬了八百多年 棺内很可能充满了积水 如果不把棺内的积水放干净 那么在搬运的过程中 积水很有可能会将棺内的文物搅乱 只有将积水排放干净才能保证文物的完好 当棺木被运到博物馆后 开棺的工作也即将开始 但是这工作还没开始却被迫暂停 原来是摆放在眼前的 是一具没有任何缝隙的棺果 就在专家们陷入困境的时候 一位专家发现棺果下方有一个细小的凹陷 于是众人开始从这个凹陷的地方开始下手 为了不破坏宏观的整体结构 考古人员沿着棺果的缝隙 小心地往里面切入一片薄薄的木片 将棺盖和棺体慢慢地分离 虽然棺盖和棺体整体是松开了 但是考古人员将棺盖板打开的那一口 棺内仿佛有种神秘的力量在牵引着它们 始终不能完全脱离 经过专家的仔细观察后得知 原来棺盖和棺木之间紧紧连接着一床丝棉被 为了能够尽快地打开棺果 考古人员只有将粘连在一起的丝织品清理干净 才能将棺果完全打开 经过几个小时的清理 专家们终于将丝棉被清理干净 将沉重的棺盖给打开 当把棺盖打开了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棺内的一切都如同刚刚下葬的一样 棺内也全都是丝织品 而赵博云的事故就深埋在这些丝织品之下 因为棺内存在大量的水银 考古人员决定先把水银挥发一页 再进行清理 第二天为了避免暴露在空气中的丝织品 遭到二次损患 专家立即对棺内的丝织品进行提取 当把丝棉被完整地提取出来后 一具全身包裹着丝绸服饰的完整尸骨 显现了出来 而赵博云的头骨 经过岁月的钦蚀与身体一经分离 此时清理到牧主人头部的时候 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有块完整的玉壁显现了出来 这件玉壁做工十分的精美 没有出现任何损坏的痕迹 不过由于年代久远 玉壁上的蚊子已经无法辨别 但是经过清理后发现 玉壁上的丝带竟然保存得完好无损 经过了近三个小时的清理 赵博云身上的衣物也全都剥离了出来 另外 考古人员还清理出来了 七十多件丝织品 玉壁 水晶碑 铜镜等文物 不过 这座墓子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赵博云的棺果中 除了一些配饰和丝织品外 并没有出现非常奢华复杂的随葬品 而棺果中的服饰 大多数大部分是顶级的南宋丝绸 里面包含了一年四季的所有衣服 当把棺果中出土的丝织品进行复原后 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宋代丝绸的精致与曼妙 而这件椒领莲花纹亮地纱袍 在G20峰会上展出过 椒领莲花纹亮地纱袍 衣长135厘米 通袖271厘米 颜色呈深褐色 为方孔四镜胶素质暗花罗沙炮 这件莲花炮 在G20峰会上的展出 惊艳思作 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们 对这件精美笔纸的莲花炮 赞赏不已 更为中国古老的丝绸制作工艺所惊叹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 积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